申巴底坛 森森皮 一针接线 看到底 欢迎来到本期的胖只来球 今天胖只更高球迷咱们一起来聊一下中国女排 我们知道目前中国女排也是正式的结束了在宁波北伦的一个阶段的封闭集训 球队正式的赶赴了北京 那么在北京将会稍作停留准备工作之后 随奥运代表团一起将会奔赴东京参加即将到来的东京奥运会 那么可以说在14号这一天 中国女排在宁波北伦也是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出征仪式 球队也是在郎平的代理之下 郎平携12名参加东京奥运会的队员们一起在宁波北伦基地 那么在盖下了自己的金手印 那么这也算是对于中国女排一种很好的一种美好的希望的寄托 因为要知道在2016年的出征礼游奥运会之前 中国女排的姑娘们也都是盖下了这样一个金手印 那么当时也是帮助中国女排我们带着这样一个美好的寄托 拿下了礼乐冠军 如今也算是一种很好的传承 大家也希望借着这样一个好的彩头 帮助中国女排我们有机会再去拿到东京奥运会的冠军 所以说大家也是再度的举行了这样一个盛大的一个仪式 那么包括在这一次的出征仪式上 我们看到包括刘彦涵 包括王某杰等非常多的一些球员 那么大家也都是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来参加这一次奥运会 有机会能够感受这样一次奥运会的大赛的氛围 对于这些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一些球员来说 确实是一次非常难能可贵的一次宝贵的经验 但是同样我们也要看出 这一次盛大仪式的背后也难掩部分老将的一些失落 那么像林立 那么林立就是这一次所有的球员中 我们最为之感觉到可惜的一位老将 那么今年已经29岁的林立 那么这可能是他作为球员生涯 最后一次冲击奥运会的名额了 但是最终冲击失败了 那么郎平最终选择了王某杰而放弃了林立 那么林立在这一次的一个在宁波基地 她并没有能够是吧 进入到奥运12人名单 所以说也没有机会盖下自己的金手印 那么所以说呢 也能够看出林立 其实她的内心是难免有些失落的 在这一次我们知道 在举行完了所有的盛大仪式之后 中国女排的姑娘们从酒店中走出来 大部队一起走上大巴车 然后呢奔赴北京 那么在这样一个走出酒店 奔上大巴车的一个过程中 我们看到林立和杨涵宇两个人的结伴而行 走出酒店 那么在走出酒店的过程中 似乎啊 记者的一张照片 引发了大家广大球迷的一个强烈关注 看到林立走出酒店的时候 她的双眼似乎都已经快睁不开了 迷成一刀缝了 对吧 而且呢 林立她这个时候双眼是明显有的一定的浮肿 看上去呢 像是哭过的样子 那么这很显然 让很多支持林立的球迷 是感觉到非常的心疼的 因为我们知道 14号这一天 正好就是在林立生日之前的前一天 因为15号这一天 正好是林立的生日 而且呢 在15号这一天 中国女排的官方社交账号 也是为林立送上了最好的生日祝福 能够看出呢 对于这位29岁的里游奥运会的冠军 大家还都是非常的 什么感激 大家都对于她非常的能力 人品都非常的认可 但是呢 落选了这一次奥运名单 大家内心也是多少的有一些遗憾 那么对于这位白年松眼中 是吧 最低调的世界冠军来说 那么她错过了这一季奥运会 也就意味着她的职业生涯 很有可能 球员生涯就错过了最后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机会了 那么这也让林立或许在她的内心过去五年的努力 过去五年所有付出的心血 想要冲击奥运名单的这样一个机会 所有的计划或许就要泡汤了 但是呢 再次我们也是希望林立能够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能够接下来继续的努力的刻苦训练 保持自己的状态 保持自己的专注度 能够继续按照自己的热爱去追随排球这项运动 那么我们相信林立只要她内心始终保持着 可对于排球的智热的心 她就有机会能够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周期 能够去搭上奥运会的某班车 能够有机会再度去冲击一个奥运会的名格 我们也相信林立 我们也期待并且祝福林立能够在接下来的排球之路上 能够越走越好越走越远 当然呢 大家也都知道今天呢 是林立的生日 在此呢 胖周也是祝林立生日快乐 未来呢 每一天都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远离伤病 健康每一天 好了 那么本期的胖周聊球啊 再先聊到这儿 喜欢胖周的别忘了点关注 胖周的听见面 聊点球